我身后的就是尼克尔森博物馆 卫习西尼大学四方庭院的东面路口 规模不大 门面也很小 就像一个秘密基地 但是免费的 如果没有留意的话 可能连西尼大学本校的学生都很容易错过它 这个博物馆是1860年建立的 它可以说是澳洲乃至南半球最大型的 澳洲古董博物馆 门口的这口石棺是当年 悉尼大学校长查尔斯尼克尔森前往欧洲购买文物 从当地人手中将其购得 成为新大学尼克尔森博物馆的最早藏品 这里不仅收藏有3000年历史的 埃及木乃伊和埃及彩套 还搜罗了来自于希腊 意大利 以色列 以及北欧等地的文物 这个就是旁贝古城的乐高模型 然后这是埃及死以后的一个 我说是一个过程吧 审判的过程 然后就是把你的心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的话 这里有一个天平 天平的话要跟羽毛进行测量 如果说你的心跟羽毛的重量是一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天堂 就藏品的珍贵性而言的话 它绝对可以成为新尼最好的博物馆了 这一句话 就像写的话